那蒸炭首先呢 就是一定要有蛋 那蛋的部分跟水的比例呢 3比1或2比1都可以 2比1是稍微硬一點 3比1就比較軟一點 那用柴魚高湯 那調味料很簡單 就是鹽巴 還有我們的醬油作色 米酒一點點 然後看要加柴葉粉 要加就加 不加都OK 然後把我們希望的食材 通通丟進去 然後下去蒸 那風保鮮膜呢 比較不會發掉 那時間會拉長 那我們就 裡面的食材有這一些 海鮮的花枝啊 還有我們的蝦子 OK 蝦子 然後因為這是做示範的 我們就把它擱在上面 通常可以把它怎樣 丟在蛋裡面 一起來蒸 好不好 做這個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很簡單 很輕鬆 我們就把它擱上來 OK的 好 那這個香菇呢 我們可以把它走一點 十字刀 然後也可以加淡菜 OK 加一個淡菜 然後這個是白果 好 白果 這個就是俗稱的蒸蛋的部分 OK 非常容易 非常的簡單 那就完成囉 它真的會發生的 你會稱讚 我可以說 因為我們可以說 是 我們可以說